国语有声善书 义智拱横堂善书 陈中木骨 主诸先佛为法律主吕先祖 吕先祖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请问何谓苦海无边 此一用词原为佛家语 意为轮回事无穷尽 只有见到自我清净本性 使能解脱轮回痛苦 请问如何回头是岸 关键即在见到本性清净 但是谈何容易 须知我人本灵累积无数轮回 善恶因缘及成障 故使清净本性积重成垢 不负清明 所以只有从当下敬念做起 我人起心动念不论善恶 其心念起 即以形成一股动能 容易使累世因缘由蛰伏而蠢动 乃使我人清净本性又加重成障 尤其累世因缘由当下心念所牵引 若形成果报或因缘牵扰 形成复杂人际事端等等 则本性亦受蒙蔽 难显清明 则回头无望 直是故 敬念而后敬业 所谓敬业 可分二大层次 其一 敬累世恶业 往昔所造诸恶业 我人不自知 因此当下以行善 做消弥 回向 其二 当下不再造作业因 我人身处凡尘着势 染着诸欲 只有克制自身之欲望 使能不因此衍生造业之动力 但是身在着势 又如何能免生色 欲望 名利 财富等 若如是 则如何解脱轮回 老母垂金线大道 一指玄关翘 明心见性 是已故 求修大道之人 横持修半不代 畸形外功 内过 则解脱轮回不难 与先祖将 诸书 功 过 善德 请问功 过 善德 是否为同一词 乍看 功即是善 过即是恶 甚似相通 但本质上是区分为功 过专用在修行之人 善 恶则适用于广泛大众 请问何为功 功者 修行过程中 累 积三不失 均为功 过者 举凡其心动念 邪其 虽未行见 即已有过 或有言行 为居心陷害他人 唯有他人受累 为致重大伤害者 另有言语 无心伤害 或傍底 君属为过 因此 过者即是小之恶 为即牵连大众 为修行之人 欲断功 过必须由今生之功 扣减今生之过 使得评断今生 是否上有余功 三千功之计算 即是据此而论断 请问何为善 恶 善者 见义勇为 助人困恶 举凡于他人有意者 即为是善 恶者 言行蓄意伤害他人 乃至行为暴力等等 危及无辜大众者 君属为恶 请问功 过评断修行之人 则善恶评断一般众生 是何结果 修行之人 积聚善功 当然必先扣过 则基本上 具备神思之三千功 持续累积 若达三万功 当然扣除 基本之三千功后 可以转换八百果 唯一果是为一万功 因此 积功不义 应由修内果经进 一般众生之善者 因为无修行大道 未积三千功 八百果 因而积善 则求得福报 依天律即著成之命相 使此善福 或今生显成 或来世之福报 恶者积累 先不论受阳法所制裁 其积恶仍会形成 因果轮回讨报之一大动力 请问修行之人 是否可能积功又行善 一即求积功果 又求福报 当然可以 但众生须明确了之 在道场修行 虽然力行三不失 积功有余 但未必有行善积福 无前举一例而言 有道子求修大道 发心轻口 修办不遗余力 但是平素见口无遮拦 喜欢开玩笑 却涉及无心间伤害他人 甚至在家中 不论对亲长 夫妻或子女 乃至兄弟姐妹之间 有不善言语 或怒骂 不雅言辞 如此扣茧下来 恐怕不但无功 或有要比功大 而一般修行者 常自认三师并行 修办精进 一定功与善大 过于过于恶 无戏加息论 恐怕未必 愿修子免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一赤拱横堂 有为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 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一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